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你们平安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啊 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栽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在诗篇第三篇里面 他描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一个极不安稳的时刻 你要如何能够来保有内心的平静 对我姐妹 现在全世界都处在疫情的当中 那么今天的这个诗篇呢 特别对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也来学习到 诗人如何从神那里 能够来保有他内心的平静 享有真正的平安 其实诗篇从一二篇之后 这里第三篇一直到后面 到第八篇都是这样的一个求告 在面对一个特别极端的 也许是患难 也许是痛苦 等等这类的情况的时候 向神祷告呼求 而得了解放 所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特别恳求神 来赐你话语 在祂的话语当中 重新得力 在今天的诗篇第三篇 也特别提到一个这样的情景 刚刚提到了 它是在一个极不安稳的时刻 而诗人祷告出来 在这当中呢 他又如何能够得着心中的平静 诗人特别描述了这件事情 其实他的答案就一个 那就是向神来求告 他说到了 因为神是他的荣耀 是他的盾牌 他面对 视为许多挑战与试炼的时候 神叫他可以抬起头来 而且能够除去忧虑 可以安然度过 在这个极不安稳的时刻 诗人面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他面对被追杀 不管那是什么情况 其实标题里面有提到 各位可以自行参考 他被追杀状况的时候 旁边人就议论说 他的运气已经没了 应该说他的好运已经没了 他已经过气了 就像我们现在常说的 他已经过气了 他过时了 他已经得不到 像以前的那个运气了 诗篇里面就说 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了 这就是他面临的一个状况 这个时候其实就在考验的 你心里面的信念 是否足以来抵挡外来的攻击 诗人这样来祷告说 耶和华 你是我四伟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这就是他里面的一个信念 当他有这样信念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能够来抵挡外来的攻击呢 他相信一件事情 他说当我用我的声音来求告耶和华的时候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许我 从现在话来说就是 他就是从他的宝座上面伸出他的手来扶持我 感谢神 听到姐妹 如果你也是落在这样的一个景况里面 或许周边的耶尔常有人来绕着你说 你不再那么的有好运了 这段话将要给予你帮助 让你能够重新靠着神 在世人的面前 特别是那些攻击你的面前 稳稳站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卫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所发出来的祷告 这是祷告的当中 我们再来体会大卫当时 他的心境 那个心境是极为难受的 大卫在这个时候 他遭受生命的威胁 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他所爱的儿子 背叛他 这个儿子是他最爱的儿子 即便他背叛他 他并没有说要杀他 而且反而关心他 现在的情况如何 但诗人终究是要来面对 他所遭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周遭的人说 他已经得不到神的帮助了 面对的是 这个要来杀他的儿子 是他所最爱的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大卫 可能连晚上都很难安稳 因为当他睡着的时候 会不会就有人突发来攻击呢 因为两军都是彼此认识的人 谁都知道谁的破口在哪里 所以对手要来发动突击 不会太困难 这个时候大卫 他最痛苦的 就是这件事情 儿子背叛他 周遭的人 说一些负面的话 他心里面 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话语出来 不只是他能够来标明出来 他心里面有正确的信念 他的臣子 应该说所剩下来 跟从他的臣子 也要能够从他那里得着盼望 因为失败的人 跟他有什么盼望呢 所以大卫必须从这当中 带出盼望出来 带出得胜 所以前面有特别提到 大卫 他只有一个秘诀 那就是他心中的信念 足以胜过外来的挑战 他向神求告 以至于在这个求告的当中 他发出了一个确信 第六节到第五节就是这样说 他宣告说 我躺下睡着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害怕 对不起 这样的宣告 并不是空空的宣告啊 因为他已经遇见了 神正在为他征战 为他带来得胜 而且仇敌 要遭到神的痛击 第六节目 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有许多人 因着疫情 正陷入了忧虑 恐惧 甚至有的生活 陷入了困顿里面 大卫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他知道 他唯一的帮助是来自神 因此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你唯一的帮助就是来自神 虽然 好像有那仇敌二者 正要偷窃 毁坏你心中的平安 使你心中对神失去了盼望 但是 你能够做的事 就是向大卫来祷告说 虽然 有成万的百姓来攻击我 我也不害怕 因为救恩 属乎耶和华 愿神 赐福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在这疫情的当头 我们更需要你 即便有人被隔离了 生活空间可能也被封住了 你仍然是我们的拯救者 我要抬起头 我要在密室里 更多向你来祷告 更多有你 你必使我白日安稳 夜间安然睡觉 享受在你的平安稳妥里 我们将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Akade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